吴林郎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就是赶在疫情趋缓秋节的前夕 县长徐政卫在9月8号的上午特别是前往了陆军花房部 空军交准部劳军致役 感谢疫情的期间呢 国军是尽心尽力的保家卫国 共同努力打造祥和安定的居家环境 中秋节即将到来 花莲县长徐政卫8日上午在县府民政处长林金虎陪同下 与县内社团工商业界代表等一行人 前往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空军教育训练 及准则发展指挥部劳军致役 感谢疫情期间国军人尽心尽力保家卫国 徐政卫于会中表示 疫情影响 花莲县府宣布即日起至中秋连假9月21日止 停办社团集社区中秋烤肉集会 户外公共场域禁止烤肉 以同住家人与家户进行为宜 并再次感谢国军弟兄 疫情期间仍尽忠职守 让花莲县府能无后顾之忧 安定地执行其他防疫作为 也为不少国军弟兄无法如愿返乡感到遗憾 不过还是请国军弟兄 注意自身健康及防疫措施 也期盼疫苗施打率更加普及 才能有更加强健体魄捍卫家园 记者讲方言花莲师报导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